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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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打香头炮 又怎样少得一班经验丰富的中菜大厨 在亚洲味赞厨艺坊 他们直接示范拿手好菜 看到每道菜都是食向味俱全 王师傅 这次餐饮展 你制作了什么菜式 叫做李酿福章烤肉 我们参照上海木鱼大烤的方法 煮出来的味道 猪肉很有章鱼味和鲤的味道 觉得参加这次餐饮展有什么得着 可以看到很多同行与他们交流 以及可以将自己的技术提升 以及打开眼界 接着可以试试王师傅 刚才为我们示范的菜式 就是这个李酿福章烤肉 其实福就是鲍鱼 而章就是章鱼 师傅先将半肥瘦的猪肉炸 然后再连同一些香料和福章一起炆 炆完之后再要放进这个 挖了空心的鲤肉里面 再连鲤肉一起再炆过 所以少一点工夫和工价都做不到 为了令饮食业家注入更多的新血 会场还举办了青年厨师大赛 积极发掘一班厨艺新星 八位参赛者分别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南韩等等 他们会在比赛当中施展浑身解数 割续亚洲区的冠军薯泳 希望出展在法国举行的全球决赛 除了紧张精彩的厨艺比赛 每场还有各式各样的热门美食 让我看看今年有什么新推介 在我手上的这个 就是充满扭药封闭的面包圈Bagel 这里的Bagel的特色之处 就是因为它用了传统的方法来做 就是人手初制 然后发酵超过24小时 我觉得它这个Bagel 比平时外面的面包圈更加松软 而且配上Cream Cheese一起吃 就可以更加香滑了 不断求变、不断创新 才是餐饮业界的智盛之道 多得他们的用心制作 为食一族就天天有可福了 军恩池在湾仔报道完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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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